为了你们家庭和睦,他出轨的事儿我就不说了。 你是谁?你认识我? 认识,好像又不认识。 任天博跟你什么关系啊? 那是我男人,你是他朋友? 算是吧,我也不知道怎么说。 算了,为了你们家庭和睦,他出轨的事儿我就不说了。 寒冬扑哧一声,嘴里吃的东西一下子喷了出来。 他又勾搭哪个狐狸精了? 女人气的手有些发抖,显然这个上门女婿彻底失控了,叮嘱入风。 那个不要脸的东西,难不成是,跟你老婆? 你俩吃个饭,扑哧扑哧干啥呢? 她呀,是个寡妇,二十五六,年轻得很,跟我住一栋楼,还是希望您能多管管。 这么说吧,你老公她在外面,简直就是一匹脱缰的竹马。 我也管不了,人家有的是钱,我爸也退下来好些年了,就这么过呗。 对,实在不行离婚,你就是陆锋,对吧? 看来任老板没少说我。 他没提起过你,只不过你在咱这边商界,挺有名的。 其实我们这帮女人也挺关注你,前几天还说你那个作坊能不能扛下来。 没想到我先在你们这些富婆倦里活起来了,以后若是有融资的需求,还得仰仗张姐。 老弟呀,以后有什么需要姐帮忙的地方,尽管开口。 俩人一来一往,他叫着老弟,陆锋叫着老姐,说不出的亲密,给人一种姐弟久别重逢的错觉。 可是当张雅丽告别,掉过头,脸色难看起来,正所谓家丑不可外养。 这些年,他已经过得够辛苦,可是现在任千伯又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,把他最后的脸面扯了下来。 哎,前世这种富豪家庭太普遍了,在外面恩爱,俩人甚至可能多年不住在一起,是因为大家有着共同的利益。 当男人出轨什么的被爆出来,女人会第一时间站出来说相信他。 相信,相信的鬼,没有共同利益捆绑,互相早就兵戎相见。 其实没必要弄总销,直接发货就好了嘛,而且主打将者。 这边市场小得很,还不如不来,这么小的市场,高总亲自跑一趟。 让你们来就来,哪那么多废话,总总是要去电视台打广告的,全国都要有经销点,明白吗?这个叫分销制度。 高总你说 吃饭吃饭 陆峰听得愣在了那儿 怎么感觉这些人是娃兮兮搞退销的呀? 我记得娃兮兮是87年成立的,两年时间销量就成功破亿,轻轻松松赚了个小目标,如此神一般的速度,让我这个重生者都为之汗烟。 对,娃兮兮走向全国,是90年代初在杨妈那边打广告,直接爆红,算算时间,陆峰皱着眉头想了好一会儿。 没记错的话,娃兮兮推广方面,是拜一个神人所赐,她就是高伟智,后期的产品开发和多样化,市场定位都是她做的,让娃兮兮从营养业到全国遍地开花。 请问,你们是娃兮兮的吗? 嗯? 对啊,你知道娃兮兮。 我去过江浙,喝过,你们这几个人有没有一个叫高伟智的? 高总,你认识她? 你好,我是高伟智,好像不认识你吧。 陆峰没见过高伟智,就是知道有这么个人,而且05年后就退出了娃兮兮,听说去漂亮国稿投资去了。 你们那叫高伟智的人多不? 好像就我一个,怎么了? 陆峰的嘴角勾起一丝猥琐的笑容,人才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撞在了自己怀里,大头和寒冬两人看他这么小。 这段时间接触下来,已经明白了。 不好,这个熟悉的笑容,她又要开始忽悠了。 我以为你们觉得,现在的娃兮兮是大企业,发展前景非常好。 她不可能为了一个还没建立起来的小厂子而离职,而且还留在我们这么个不起眼的城市里,除了忽悠,我也别无他法呀。 哎,对不住了,高先生,今年回国的时候,我的爹地跟你们老板通过一个电话,不要看我爹地是华侨,对国内的兴起之秀照顾得很,你的老板很看好你。 是吗?宗总这个人很不错的。 不过嘛,你的老板说,你并不是最优秀的。 他更看好另外一个人,只是觉得你还不错,我觉得你发展不太大,不过不要气馁。 陆锋说完盯着对方的眼睛,先打击打击,这是他的惯用手段。 公司里确实有比我好的,而且现在公司高速发展,我之所以往北方跑,就是为了抢市场,提高自己在公司里的话语权。 至于陆锋的身份,他并没有怀疑,听说老总跟国外的大佬接触,准备融资,现在的华侨,外资,港岛地区的投资人太多了。 不知道您家里是做什么的? 我家做点小买卖,我爸在华尔街跟人合伙,弄了个公司,卖理财产品和保险的。 理财产品和保险?这叫小买卖?对您这样的人来说,确实是小买卖,能在这碰见也是缘分,您在这是考察什么项目吗? 我老家这里的,我爸是五七年去的粤州,第二年到港岛,六一年到漂亮国,白手起家不容易,你也知道,华夏人去了就是开中餐馆,人啊,也有钱了。 就特别的恋家,我爸这人就是,总念到老家,我提前回来看看。 不管走到哪儿,根不能忘。 毕竟不是人家国家的人,咱都是炎黄子孙嘛。 对,就是因为有这些爱国的人,我们才能发展起来。 您这是打算留在国内? 我家老爷子让我留在国内,我还真不知道做什么,听完你们老板的电话,我反而对做士兵有兴趣,最近在考察,做着试一试,第一次创业,失败了,也不怕,损失个一两千万小意思。 一两千万,这也太多了吧。 多吗,要做就做最大的,先盯个小目标,先赚他一个亿。 寒冬和大头两个人,脑袋都快压在盘子上了,根本不敢抬起头,他们真怕自己憋不住笑出声来。 卢老板怎扭,他是不是如错行了,就要对死烟洗了一巴薅嗦。 对啊,风哥吹牛一点都不脸红,各种细节信手拈来,说得跟真的似的。 不过,我在国内没什么人,高先生,你如果有何事,可以介绍给我,工资待遇这些没问题,谢谢了。 高伟这几个人已经有些恍惚了,看着陆锋觉得天上掉馅饼,他们听了太多这种故事,什么吃饭偶遇大佬,人生崛起,什么无意中结识普通人,对方亮出身份竟然是大佬。 现在这种事,砸在他高志伟头上了,让他有些晕乎乎的。 您贵姓啊? 免贵姓陆,英文明杰森,杰森,陆。 大头听到这个英文名字,憋不住笑出声,急忙止住了,感觉像是卡了嗓子似的,哼吃好半天。 杰尼,你怎么了?这位是杰尼,我的私人管家,那位是克罗德,保镖间司机。 你们好。 高伟这打了个招呼,看得出来他有些激动,看向陆锋。 我若是有合适的人选,不知道怎么联系您。 我刚回国,国外的名片不能用了,五天后吧,我去酒店找你。 杰尼,克罗德,你们吃完了吗? 耶,耶,耶。 两人急忙点头配合着陆锋,寒冬还有些声色,大头脸不红心不跳的,毕竟跟陆锋配合好几回了。 高先生,回见。 杰森陆先生,我不住天悦酒店,我住在对面的小凡大宾馆。 好,知道了,回见。 晚上九点半,市区边的一处小别墅,争吵声伴随着打杂声不断的传来。 连寡妇都要,你要点脸行吗? 振千薄。 啊,任总轻点。 任千薄出轨和寡妇后,任夫人得到这个消息,两人大吵一架,几乎到了离婚的地步。 连寡妇都要,你要点脸行吗? 振千薄,你还真不挑啊。 跟你有关系吗? 各玩各的,不行就滚蛋。 现在让我滚蛋,你翅膀硬了,要不是我爹,你能有今天,你就是个上门女婿而已,去你吗? 高智伟躺在宾馆床上有些睡不着,脑子里只剩下那句话才回来。 你的老板说,你并不是最优秀的,他更看好另外一个人。 留在娃兮兮没有太大的未来,只能当个中层管理。 现在遇见陆先生是个千年一遇的机会,或许。 这一夜,所有人注定难免。 租一年两万一,跟预想的差不多。 这个堂厂最多的时候,可是有七八百号人,绝对是个大厂子。 七八百人? 嗯,前期发展可能差不多够了,争取年底前把这个厂子办起来。 哎哟,现在已经有点看不上人谦薄了,我要对标,哇嘻嘻。 今年就把厂子里的人扩展到七八百,咱的目标要大。 今年这个厂子办起来,明年把工厂开到南方去,各类饰品要占据各大小卖铺,供销社,超市。 这个舱子愣不愣起来都不知道,他已经开始想捡谁分舱了。 卢老板,我觉得这还是踏实一垫,现在最重要的问题,怎么都操,怎么处。 招员工,流水线联系好了吗? 我们给一些企业打了电话,保了一下假,圈套龙来的话, 四九碗多,太贵了,麦碗挤起足碗仓字,有此锚都不省, 这种左经俭泽的gaddle,真得很操胆。 还好,毕竟现在有点钱,你不知道弄那个作坊的时候,真的连根锚都没有。 他所得闲打款,在后给拉过来。 闲打款,不会被骗吧? 厂子门外响起了汽车声,陆峰不用看,就知道是任千波,这段时间对他的车太熟悉了。 哎呦喂,任老板,您这是陪唐僧取经欲见白骨经了,还是偶遇没超风了呀? 去你嘛,你他妈下三滥是不是? 告诉我老婆,你怎么不告诉我家长呢? 是你先下三滥的,再说了,你当盛门女婿就乖一点吗? 我怪你嘛。 操,你给你爹等着,老子让你舒服一天都是我无能,弄个破场子是不是?跟我玩,你也配,老子弄不死你。 任千波纯粹是来发泄情绪的,各种粗口一个劲喷,恨不得要吃人。 老子实话告诉你,你买机器就得二十万,这场子二万,你手里有几个钱,跟我抢市场,你就是个垃圾。 刚才还想着能不能打钱,现在看来任千波也盯着自己呢,对方应该没问题,只是他这么嚣张,看着让人很不爽啊。 任老板,你一个人来的? 管我几个人,以后少掺和我家里的事。 那个啥,我先走了呀。 大头,这地方好像挺偏吧,就算是把一个人打得嗷嗷叫,也没人听得到,是吧? 对,方圆两里地没人。 给我抓住往死里打,使给他打出来。 好嘞。 好了,别管他了,现在去打钱,流水线越早回来越好,剩下就是联系供货商了,接着弄产品。 二十万就这么会儿没了。 卢老板,没其他色,我就先回去了。 回去吧,这几天出了等机器,你们把万人的供货商整理一下,多沟通。 风哥,我也回去了。 大头,你等等。 风哥,啥事啊? 这个厂子,应该有你一份,谢谢你无条件的信任,我打算以一块钱的价格,出售给你这个厂子5%的原始股。 5%? 风哥,太多了吧,我可以出钱入股的,回去跟我爸说,正好厂子也差钱。 大头,不用,就一块钱,风哥信得过你,到时候你管财务,还有,这几天没事就去工商局注册一下公司吧,你当法人。 什么法人? 就是企业法人那一篮,写你的名字,记得带身份证去啊,去吧,忙你的吧,风哥坐一会儿。 大头高高兴兴地走了,他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兄弟,感觉到了被人信任的感觉。 有时候知道太多,反而不幸福,大头当法人,我也就能放开手干了。 当然,陆峰不会坑他,只是怕发生不可控因素,把企业法人逮进去,他就没法主持大局了。 大头,哎,有良心的商人都破产了,至于那些捐款的富人,有的为了民生,有的为了免税,有的为了营销,真真假假的,谁知道呢? 怎么了? 爸爸,钱被偷了。 没丢啊,我拿走了。 你拿钱干啥去了? 二十万啊。 半厂子啊,买了流水线,给人家打款,早上我拿了两万多,把郊区原先的堂厂租下来了。 好不容易赚的钱,这段时间你起早贪黑的,万一赔了呢,你跟我商量一下呀。 我跟你商量,你会让我打钱过去吗? 赔了呢,做生意不要想着赚,先想着赔,我不想什么大富大贵,就这些前存银行吃利息,都够咱俩活到八十岁了。 江小燕的心里有几分不安,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,再次笼罩在了心头。 他能想到最幸福的日子就是,没有风险,钱够花,一家人安安稳稳的。 生我气呀? 没有,不敢。 是我的错,应该跟你说,你也是这个家的一半,我错了,给你道歉。 这样吧,我挺长时间没做饭了,给你做好吃的,多多想吃什么。 鸡翅膀? 好了,吃饭,就缺个电视了。 你刚才想不想打我? 为什么要打你呀? 我那么气你,你都不想打我,感觉我自己最近挺无理取闹的。 你最近也挺漂亮的,美女一般都无理取闹,正常正常。 江小燕看着一桌子菜,脸上露出了笑容,自嘲地想着。 真的挺贱的,以前人家大耳光上脸,自己只是奢求少打自己一顿就幸福了。 现在坐在这一栋不动,一桌子菜好了,人家赚的钱拿去花,自己还生气,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。